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吴 等一下我要讲的叫做 这个以脚取人 以脚取人 没有错 是真的就是脚 就是脚趾头 那这个其实 我的标题上面是散装心理学 因为这个跟心理学有关系 等一下我讲的内容跟心理学有关系 也跟生活美学有关系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句话叫做 以脚取人师之子语 以言取人师之载语 那个子语是孔子的弟子 载语也是 因为那个子语长得很丑 但是他如果你用以脚取人的话 你就错过了这个 这个非常优秀的人物 如果以言语取人的话 你可能就错 就会误认为 载语是一个非常有学问 有内涵的人 那载语是一个 口若悬河的孔子弟子里面 一个口若悬河的人 后来他因为策划叛国 结果被逮捕之后被杀掉了 所以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以貌取人师之子语 以言取人师之载语 载语就是那个载语奏寝 孔子曰 朽木不可凋也 奋土之枪不可误也 就是指的这个人 载语在白天之上睡觉 不好学 这是孔子以前讲的 好了我们来看看 我随便画了一下 画了这个比较典型的两个 本来我以前有画过那个脚 很多种脚型 那现在找不到那个圆稿 所以我就临时画了一下 那这种是现在最多的病态 就是拇指 拇指所谓拇指外翻 就是他的那个大拇指斜 斜向内部 然后这个第一子骨的地方 鼓起来 鼓起一个大包 这种情形 其实他穿鞋子都有困难 这只是其中之一 你注意看 他这个拇指 都已经搭连到第二个脚趾上面去了 严重的违章建筑 然后这个脚型是这样子的 我叫做姜母头 姜母头是用台语讲的 简单讲就是 你买那个老生姜 那个老生姜都长得奇境怪状 就像这种脚趾头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 那个以脚取人 绝对没错 绝对错不了 那之所以会这样 这是一个变态 这个可以用那个手术 把这个地方给切掉 然后把这个脚趾头搬过来 把骨头切掉 然后用钉子 把它跟这个 这个子骨 跟这第二子骨定在一起之后 让他素拢 但是这个手术挺痛的 所以一般女人 这种通常是发生在女人身上 可能男人很多人也有 那有的人讲说 是不是穿了高跟鞋 男人没穿高跟鞋也会这样 那有的人说这是遗传 没有错 这应该是一个隐性遗传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没有 我看过很多的老军人都是这样 老兵都是这样 这样子穿鞋子很痛苦的 因为他这里会压迫到 他的血管跟神经 这边有血管跟神经 会压迫 只会走长路的话 他的拇指会麻痹 会疼痛 会麻痹 所以他们必须要穿另外一种矫正鞋 那个矫正鞋 你从外面一看就看出来了 好像那个脚被压 被压土鸡给他压扁了似的 那种鞋子 那就是他 你不用看里面 就知道他的脚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一个人 尤其是女人 假如他对他自己的容貌非常有性 对他的外观非常有自信的话 他一定喜欢穿非常裸露的凉鞋 就是一条线的 就是只有大拇指跟二脚趾中间 一条线的那种 那种凉鞋 以前在美国就是突破了所有的历任的美国第一夫人 就是他 他以前是一个记者 他就第一个领先穿了一条线的那种凉鞋 在公众场所出现 领导了美国的流行 这个甘乃迪后来被刺杀那个总统 那是我小学的事情 那个是民国五十几年的事情 一九六几年的事情 那是他已经 第一夫人这样穿着 在全世界算是震惊的 非常shock 因为女人露脚趾 以前是视为不礼貌 可是他就是第一夫人 他就这样做 一般都要穿包鞋 有些公司还有规定说 在正式场所 女人上班时候 女人绝对不能穿凉鞋 一定要穿包鞋 所谓包鞋就是把脚趾包在鞋子里面的 你看不到他脚趾 因为有的人看到 有的男性看到女性的脚趾的时候 他会产生性幻想 会产生生理反应 所以说脚趾 有的心理学家直接这样讲说 脚趾是女人的第三性征 性的征兆 第一个就是生殖器 第二个就是乳房 第三个就是脚趾 那个吴宗泽在这边讲话 有的人所谓自称是味道之士的人 会觉得说哎呀太那个了 如果你觉得怎样 那你赶快跳开 赶快get out at early 赶快滚远一点 不要看我的节目 ok 那再来就是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就是天竹 脚趾头 脚趾头散的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扇子一样 折扇一样 张开 各奔前程 各位这种脚趾 就是那个所谓的 我曾经讲过 中国的那个百越人 一直到那个百越这个地方 一直到那个这个地方 就在中国的那个广东广西 一直到那个再往下去 到那个云南 也到海南岛 然后还再到那个越南 这个地方 还有泰国 印尼这些 所有这些地方 他们的那边的人 因为不穿鞋子嘛 所以那个脚的扇的跟这样 因此他站的时候 两个左脚跟右脚的拇指会搭叠 所以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古称叫做焦子郡 设那个地方的地名叫焦子 就是脚趾头交叉的意思 叫焦子 那其实那个地方 因为野产大象 所以古代也称那个地方叫象郡 但是没有焦子来的传神 焦子的焦子就是这样 各位可以看看泰国 泰国你去看那些外劳 有的人到台湾来 时间很久了以后 你从他语言上 你分辨不出来 他是越南人 还是印尼人 还是泰国人 还是菲律宾人 但是你从脚一看 你就看出来了 泰国女人的脚就是大 就是散开 就是散开 就是散开的 然后呢 印尼人稍微再散开 越南人就比较病 这是我的观察 那为什么今天讲说 以脚取人呢 以脚取人不是取他这个脚型 因为这个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样保养 他脚开始 一开始往内驱的时候 他应该要预做防范 他没做 那这个从小光脚一直在 所以他遗传因子里面有这个 他也可以用鞋子什么方式 把它束缚回来 但他们的美学就是建立在这个上面 还有的人 他那个脚趾 二脚趾搭 像一个拱桥一样 翘起来 然后搭在那个大拇指 跟这个第三个脚趾的上面 成品质型排列 这样子排列 很畸形的样子 反正这种脚趾 各种形状脚趾 我都看过 而且也画过 之前讲过 今天讲的是 移脚取人是要讲的什么 为什么跟散装心理学有关呢 因为 因为那个脚趾 不是讲的是脚趾 是讲的脚指甲 脚指甲 就是这个指甲 我现在画的都是正常的 都是骑到那个肉的位置 但是有很多人 男女老少都有 脚指甲 长到什么程度 长到弯曲的程度 因为他一直没剪 他的脚趾怎么放在鞋子里面 我都觉得是一个疑惑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 好像还是一个修硕士了吧 满口的讲的英文 夹杂的英文跟中文 动不动的讲这个大师 那个大师 看起来好像他是理论专家式的那个样子 但我从这边听这边就过去了 因为他没讲到重点 这个大师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 那个伟大的理论 他从来没讲 他只讲了大师的名字 那有一次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他骑摩托车 所以他就把鞋子脱了 穿了个拖鞋来 然后在公司再来换鞋子 结果一看他脚下坏了 他的脚像一个树根一样 盘根错节的这样子 弯曲 那个指甲不知道几年没剪 又黄又黑 然后又弯曲的 那个样子很恶心 我看了我就直接问他 我是用同时的那个角度 我就问他 我说你的脚趾这样 你怎么都不剪 他每天满口英文的 这个经济大师 那个管理大师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结果他脚趾那样子 他所有的讲的东西 我以后听都不要听 一句都不要听了 为什么 完全否决了 否定了 那你连脚趾你都不能处理 他说没有 那不管了 那不管他 我就很怀 因为奇怪 他也结婚生子 还有小孩 他每天我们都上班 都要穿的西装嘛 所以看起来都人模人样的 结果他那个脚趾 居然是那样子的东西 我真的是摇头 心里摇头 嘴巴没讲 反正因为他我同事嘛 后来我 我调任 我升官了 我调到另外一个单位 然后我当了那个总经理 那很多人都想来投靠我 我的救赎都要来投靠我 那这个人也来 来我们家这个活动 那其实他 我就在门口 就把他打发了 因为这早就被我out了 从哪里out 就从那个脚 你连那个脚趾 你都不能够整理好 你还算什么 算什么管理人物啊 我怎么会相信你能管理呢 不相信你来看看我的脚趾 很多人都笑我说 说老吴你对你太有信心了 我说我长的 长什么样子是天生的 那40岁以后 自己对自己相貌负责 但是我的手指脚趾 都是干干净净的 整整齐齐的 我就凭这个 我就可以坦坦荡荡的 在你面前录脚趾 录手指 手指当然是一样 那个脚趾 尤其是脚趾 脚趾是山不管地的 很多人是山不管 但是我是管的 因为我父亲是医生 还是西医 从小就对我们剪指甲 然后要求我们 要用牙刷刷 刷那个指缝 因为他们在做外科手术的时候 也都要做这些动作 要用那个刷子 中毛刷刷刷那个指缝 你看戴了橡皮手套之后 之前他还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他就怕有一点点细菌 会感染到患处 因此从小我就养殖这个习惯 我对我的子女也是这样要求的 甚至于对异性也是这样要求的 因为看到那个脚趾太那个的 我就主动要求他剪 剪成弧形 正确的就是这个脚指甲 是成弧形的 自然的弧状 因为我童年的时候 我的童年玩伴 就有人的脚趾 因为他剪指甲的时候 只剪这个前面 两个角落他们一剪 所以那个角落的那个指甲 就长到肉里面去 使得他那个脚趾就发炎 发炎脓肿 然后最后到医院去看 医院医生就要用手术 把这个肉给切开之后 然后把那个指甲剪掉 一个指甲居然还要用手术 不过来解决 因为他那个已经化膿了 那是因为他爸爸 他们家里对医学 没有对卫生这些 生理卫生没有概念 所以才会养成这样 那我刚好在小的时候 在左营的那个上海街 曾经有一个上海澡堂 开一个上海澡堂 那个叫玉明 我名字都记得 叫玉明 玉明澡堂 有一次我们那个 眷村停水 我父亲带我去那边洗澡 我去洗澡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那些老兵 也不算老兵 当时是现役的 现役军人 他们从部队放假出来 他在坐那边 坐在那个椅子上 有一个 有那个修脚师傅 好像都是上海人吧 有他们那个上海澡堂子 所以讲上海话 拿了好多像手术一样 或者是那个太监 阉割的那个刀具 好多这种特殊刀具 在那边精挑细修的 对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军人 尤其那个刀子 我看了那个刀子 看了很害怕 他用刀子把那个指甲 整个刮掉 刮掉一层 刮刮刮 那个 就像那个 你去订马蹄 订马蹄铁的时候 用那个刀子修掉了那么多 那个脚趾一样 他就用那个刀子修啊 把那个指甲居然可以修到一大碗 多可怕 那这个阿兵哥 他平常每天要行军 像陆山队什么的 他们要行军要操练 他怎么 他的脚趾这样子 他怎么能够良于行呢 后来我爸就跟我讲说 他就是不良于行 才来这边洗澡 那部队就可以洗澡 干嘛要来这边洗澡 他来洗澡的目的 是要把脚泡软了之后 就要找这些师傅 来帮他修脚 那个修脚就是一门 一门手一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他平常不剪指甲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 这个指甲的脚 长到肉里面去 那种情形 这些修脚师傅 他们专业 他们用一种很薄很薄的刀子 可以让你没有感觉的时候 就渗到就渗入你的指甲 跟那个肉中间去 把你那个 把你那个 你没有剪到的那个 那一部分 长成尖状的那个 长到肉里面去 都化浓的那个 他帮你把它修掉 就不要到医院去做手术 外科医生他不是修脚师 他用的是手术方法 那这个人他是用了什么 是用活体手术 而也不用麻药 也不用什么 那些人 触眉咬牙 怕痛嘛 在这种情形之下 那些修脚师傅 把他的那个 那些脚趾修成一个弧形 然后最后 再把那个脓挤出来之后 然后上点药 上一点那些消炎药 我当时就对这些军人 我就问我父亲讲说 奇怪 他们部队要操演 要这么辛苦 他怎么允许他脚那样子 我父亲就一句话就带过 那句话对我终身影响很重 就是 他说这些人不懂得 如何处理自己的那个 修剪脚趾甲 所以造成这样子 他在部队里面一定非常的痛苦 他穿着鞋子 要走长路 要行军干嘛 他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才来这边修 那顺便再讲一下 人的这个地方 也常常会有硬皮 还有一个是脚跟的地方 脚跟的地方 不但有硬皮 还有脚的侧面 我们脚刀的部分 那个地方不但有硬皮 脚跟的部分还会均裂 那个均裂的那个名字叫做春 春是国画里面的一种手法 就是用毛笔很干的状态之下 沾到很干的末 没有调水的末 然后去画山水的时候 那种方法叫做春 春 各位可以去用这个音去找那个字 这个叫做春法 就是用很干的 因为他会画出一丝一丝的那种感觉 那种用干笔 来画的那个画 这个叫做春法 那个人的后脚跟那个硬皮上面长的树的那种裂纹 就是春 我常常在菜市场看到有一些女人 她打扮的脸上化妆的这个妖艳动人 然后手指甲也修得很好 可是她那个脚上甚至还带着脚链 但是呢 穿着很那个bling bling的那个可能是进口的脚脚鞋吧 可是她的后脚跟上春的一塌糊涂 她居然都没有感觉 这就是那个美学的观念 不见权 那我也曾经看过很多种各种行业里面 我刚刚讲为什么要移脚取人呢 各位可以不妨不妨仔细看一下 下次你到火车站看到游民 在路上看到游民 游民乞丐不管男女老少 通通都有一个最大特色 就是她的脚趾头乱七八糟的 像那个 像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盘跟错节式的 她不修脚趾家 我就看到很多人还有精神病也是这样子 这些人 其实那些游民 其实九成都有精神病 精神病 有的不因为受到保护 可能她不是游民 可能她还有经济支柱等等 可是不管怎样 脚趾头能够纵容自己的脚趾头 长得像那样子的人 都是精神有问题的人 绝对不是一个能够担任重任的人 因此我说移脚取人绝对错不了 你不相信 你去看看 你可以敢用一个游民 敢用一个乞丐到你公司来担任 不要说担任管理者 你担任一个继承员工 你可能都不敢 因为她连自己的脚趾都不能处理 那她能够做什么东西呢 处理脚趾我刚刚讲过了 有的人脚趾夹涂的鲜红 涂的各种颜色的 跟手指夹一样嘛 可是她的脚后跟春的一塌糊涂 她的脚趾乱七八糟 她都没有去管这个东西 有的人在做学问 说她忙于做学问 从来没去管她的脚 其实都是从小在家教里面 还有她的家庭教育里面 她的健康教育里面 就没有这一出 所以造成她对她的脚的忽视 有的人讲说 哎呀不管了 我曾经听刚刚讲过的那位先生 一天到晚讲了英文 结果她居然说 她的脚不用管她 不用管她 她是永远在你的足下 整个人不管 以上吴总成跟各位分析 就是以脚取人 绝对错不了 谢谢